要变什么巴西小路西 你有搭什么东西的 为主意 告诉我这好处小路西 咚咚脑筋就可以让你胜利器 疯狂有趣 天才流星真是淘气 想妈妈哄小象上床睡觉 但是大草原上处处有惊喜 露西 我请宝拉来喝下午茶 你负责哄保罗睡午觉好吗 嗨 孩子们 好 保罗 有没有听到妈咪的话 保罗宝宝 睡觉咯 把鞋子脱了 上床躺好 祝你有个好梦哦 可惜 妈妈 为唱歌和我睡觉 好吧 我唱首歌给你听 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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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是唱一个下午的摇篮曲 我一定会累死的 应该有更省力的办法才对 我想到了 有用了耶 这比只唱一首歌好多了 保罗好好睡吧 因为妈妈不在 象宝宝决定跟朋友去跳弹簧床 我太聪明了 象宝宝玩得很开心 可是象宝宝它太重了 怎么办呢 路西 医院很坏了 坏了 别担心 再拉一次就行了 也许这个点子没那么好 好吧 我们再想个哄你睡觉的办法 你先上床 然后呢 闭上眼睛 数羊好不好 一只羊 两只羊 三只羊 四只羊 五只羊 六只羊 我只会数到六耶 等等 现在可千万别睡着哦 待会就会有很多羊了 你看 一大群羊 太棒了 请保持安静 绵羊秀即将开始 绵羊妈妈通常会哄绵羊宝宝睡觉 但是今天绵羊妈妈不在 因为她出去剪毛了 虽然妈妈妈不在 你娘宝宝就决定跟朋友出去玩 她玩得开心极了 路西 我还要听 改天再见 好了 谢谢你的下午茶 再见咯 路西 讲完了吧 保罗 你还没睡吗 对啊 因为我在看别羊秀 黏羊秀啊 有意思 不过这么精彩 谁看了还会想睡觉呢 我知道 只有一个人例外